中文字幕志愿者 民间团体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 号召人民走上凯道 诉求缓入渔民 即便突然下起大雨 也交不习大家 长期受够台湾交通万象的怒火 贸雨继续挺身游行 不管是长者 障碍者 亲子 环保团体 所有人都站出来了 甚至是道路设计的技师 或者是建筑师 他们都知道一定要站出来 一直也站出来了 所以整个是所有群体都出来 我们要我们一条安全的路 活动发起人YC 父亲是酒驾受害者 姑姑则因交通事故下半身瘫痪 自己也曾经走在人行道上 差点被车撞 自己患有创伤后压力渲透区 所以我就会很害怕走在路上 我在路上是很不舒服的 胆战心惊的 我甚至需要开着录影 随时自保 台湾交通已经烂几十年了 政府有所作为吗 没有政府为什么会要有所作为 就是要人民说我们要 你们有所作为 我们要安全的步行环境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大家一起站出来 跟政府说你们该觉醒了 公民力量觉醒 上万人走上街头 在民怨沸腾中 党政高层也纷纷现身 副总统赖清德 民进党秘书长许立民 交通部长王国才 还有各政党总统参选人 很少数台湾有一种民间运动 是所有政党甚至是总统候选人 都聚在一起的场合 而且他们也在现场给出了承诺 他们有签行人宣言 过去这几年时间 我个人做的不好 让行人或是国内的交通的 这些死伤这么严重 我先在这里更加一鞠躬 表示我的道歉 90度鞠躬声表歉意 依然无法平息台下民众 失望与不满的情绪 活动前三天 也就是8月17号 行政院院会紧急通过 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 及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修正草案 包括四年四百亿改善危险路口等等 期盼将事故死亡人数下降百分之三十 长期朝向临死亡迈进 但专家学者质疑 非得看到人民忍无可忍 还赶快祭出实质措施 平息民怨吗 非得要等到有人上街头 给政府压力的时候 他才会真的 觉得这件事情有急迫性 要去做处理 当然在这之前 他是确实有针对 交通安全基本法 全台湾都有陆续去开一些 共事会议 做条文的讨论等等 可是完了之后 他就被冻在那边好一段时间 即使这边是信义区 豪宅区的旁边 可是你只要一走到小巷子 他就是没有人行道 活动发起人YC 与共同筹备人伊贤 两人走在马路边的水沟盖上 小心翼翼 保持在红线内侧 台湾人习以为常的交通日常 看在外国人眼里 其实一点都不正常 台湾没有强制 做人行道的这个法律 台湾是拜托性的 台湾要在一个人行道的时候 一定要问 那些里长啊 或者是那边的住民啊 日本是不需要问 因为是为了国民的安全 这边需要人行道 就是要做人行道 在台湾住了13年的日本网红 YKU 指出台湾交通意外死亡人数 高得离谱 日本每日新闻就曾以头条报导 2022年台湾总人口数 2357万人 交通死亡人数 3085人 日本总人口数 1.25亿人 但交通死亡人数 仅有2610人 换算下来 台湾致死率是日本的五到六倍 交通意外的事件 或者是死亡人数 一直都成长 为什么 为什么三千可能要死亡 这个交通的日本是 我可以说是 落后很多 落后日本 20年30年 在台湾也有很多 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 对于台湾的行人环境 非常的失望 那尤其 台湾行人地域 这个词一开始 也是由美国CNN报导之后 台湾人才开始注意起来 除了外媒报导 各国外交单位 也都对台湾交通乱象 充满负面影响 像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每年都会针对 在台日人制作安全指引 其中2023年版本 提到交通事故对策 开头就写 台湾不遵守交通规则 及礼仪的情况很常见 还提醒说 步行时要时刻保持警觉 汽机车随时都会从 大街小巷冲出来 点出人行道违规停车问题严重 驾驶甚至会在人行道上骑机车 日本以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 就是火车也撞 烧死人 然后船也沉 然后路上撞一大堆 它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夸张 非常非常糟糕的 但是因为它后来 它有立了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 那真正把交通安全这件事情 放进去它的交通系统的设计里面 专家指出 台湾现在正处于 类似50年前 日本的交通战争状态 但仅经过10年时间 日本迅速大幅改善 成为亚洲交通典范 每年交通死亡人数 都保持3000人以下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日本的法治精神很强 就是它不管是这些 交通安全它也可以立法 那你就是依法来行政 那交通的建设它也立法 它的高速公路是立法建设 它的新干线也是立法建设 所以它这些东西都有立法之后 那行政机关要依法去行政 就变得相对容易 因为日本有实施车库法 明定必须要有车库证明 才可以购买私家车辆 然后他们也很明确地表示 道路就是公共通行使用 而不是拿来放置 私家车辆的空间 所以就算走在巷子里头 也很少像台湾的经验一样 你必须不断地绕出 停在巷道边缘的七级车 然后被迫走到车道上 在日本以步行为主 与日台湾人六项创立粉砖 分享在当地的体验与观察 接近日本 点出台湾交通问题 例如日本的驾训 老师会交代说 你手握方向盘 你操纵一个车辆 你就是一个强者 保护手无寸体的行人 和自行车 就是你的义务 可是在台湾好像 这堂课完全不会碰出 没有相关的内容 所以才会有现在人和车 起头是平等的争论吗 因为车辆的操纵者 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义务 有责任 要保护弱势用路人的安全 台湾考照培训 几乎都以技术和法规为主 鲜少注重驾驶行为伦理 而且标准相对松散 专家建议考照制度急需改革 要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驾驶教育 另外一个才是我们的驾驶训练 就是训练考照 那这两个层次要把它分开来 就有点像防日本 日本驾驶路考总长是台湾的四倍 限时十分钟完成 不仅困难 费用也相对昂贵 自学小课车就高达台币七万元 还必须花将近三个月时间上课 考驾照门槛高 而且非常严谨 这时候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视线的时轿 确认无来车了 这时候我们还能做转向的动作 就是在日本一定要这样看 一定要这样看 没看就扣你转向 没有看就下车了 强制驾驶正确落实标准动作 左右摆头必须超过B柱 确认视线死角安全无虞 才能左右转向或变换车道 但相同的考照关卡 在台湾仅需口头确认 也没有要求驾驶确实执行 看到逼住后方的视线死角 也难怪遭人戏撑 台湾人的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 我觉得我们考照制度 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辩民为诉求 但是交通安全绝对不能辩民 你在日本如果要考机车的驾照 如果你没有上过它的驾驶学校 去考机车驾照的话 通常要考15次才可以通过 专家表示日本曾经模拟 上过驾驶学校与自学 光是刹车距离可以差到7倍 如果遇到危机 安全影响相当大 其实日本不是完美的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还是说 日本是一个车辆社会 但是日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个驯服车辆的努力 绝对是从教育 工程 执法 这三方面三一下去 每个都并行 日本也示范了 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没有能不能够 只有要不要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基本法的话 看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面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减少 我们的运据的种类 或者是数量 怎么样把教育更加强 那在做科技执法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会利用一些科技的服务 就是科技的一些提醒 预警 那这样的用户人的话 可能更愿意配合 下了车 你我都是行人 日本驯服车辆的努力 值得台湾借境 摆脱行人地域污名 从交通三一 也就是执法 工程 教育 三方面改革并境 全民一同实现 交通临死亡的美好愿景